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姑娘 你怎么不吃啊 我不饿 分泌入城 至少各把时辰 张姑娘 稍安物躁 来来来 边吃边挡 是啊 来尝尝吧 看看饭菜合不合胃口 好 姐姐先喝点水吧 对了 张姑娘跟先生 异母同胞 为何性子却格外不同 我们是表兄妹 我姓姜 姜姑娘啊 那不知姜姑娘 是否也在京陵长大 家住何处啊 我说你们有完没完 一路上百般试探 我兄长的消息 快把我家查个底儿掉了 你们是想着等冯将军过来 好对口供吧 黄母没这个意思 黄母只是觉得 你一个娇滴滴的姑娘 先生把你带在身边 万一有个什么不测 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和我兄长两情相悦 无奈家中不语 此番不只是为了任务 而是我们二人私奔 原来还有这么个缘由啊 难怪这一路上 不然呢 你们以为为何杜军先生 一贯神出鬼没 为何你们又没有收到 王爷的传讯 我兄长爱惜羽毛 本不愿与你们多说 你们倒好 一路上跌跌不休 问个没完 怎么 属心效命于王爷 还要查这些私事了 我与兄长什么关系 又碍制你们什么了 看 早说不让你问了吧 现在得罪了杜军先生的妹子 不 未来的夫人 到了金陵啊 看你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 还有这种事呢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